嗨,大家好,我是王文,居住在尤他州沿湖城的地产经纪 欢迎来到我的沿湖城地产频道 今天呢,我又来了 来到我们这边的一个开发商Keystone 在American Falk这样一个星盘社区 那今天呢,要给大家拍两套房子 都是连牌屋 第一套呢,是在我身后的这一套 是Corner Road样板 非常的漂亮 给大家看一下里面的户型 那这个开发商所造的 现在这样一个豪华连牌呢 是比较少见的 它的特色呢,卖点 或者说是卖点呢 它是二楼有个loft 那我相信大家对于连牌来说 也是非常熟悉的 像这样二楼有loft的房子是非常的少的 房间也是够大 一楼呢,差不多有700多个square feet 二楼的话有1000个出头的square feet 所以这套房子总的面积还是相当不错 要差不多1800个square feet 然后第二套一会儿要去看的一套房子呢 是叫双屏屋 它也是连牌的一种 就是房子跟房子呢,当时有一堵墙 但是呢,那个双屏屋呢 它有private yard 有自己的fancy yard 压的还是非常大的一个size 那那套房子呢,差不多今年年底会完工 那么大家如果对这样两套户型感兴趣呢 欢迎我取得联系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第一套房子吧 这套房子连牌呢,是我们今天要看的第一套 它是一排是四家人家 门前呢,有非常大的一个yard 可以供孩子嬉戏啊 它的车库是在房子背面的 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连牌屋啊 一像独立物一样造的非常的摩登现代 平顶的设计 而且外观用色呢,也是非常的灰色高雅的一种色调 那么我们现在进屋去看一下吧 这个房子的非常摩登现代的一个户型 以及室内呢,非常的明亮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大窗嘛 所有东西都是大窗 门也是玻璃的这样一个磨砂设计 就是门前的前院 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patio的一个空间 请去看一下 那这套房子一共是1800尺三房三位 现在挂牌是454,900 每个月的物业呢,是125美金 然后是包含房屋保险的 以及除雪服务 以及游泳区的免费使用 我们进来了 现在我眼前呢 就是一个非常摩登现代的一个家庭厅 而且这个家庭厅的size也非常不错哦 很大 我们可以开发商的这个样板 已经做了很多的upgrades 包括这场面的升值 然后这个家庭厅的旁边呢 就是一个这样一个空间 其实可以放 呃,餐桌 其实可以放到靠窗那边 但是这边呢 它是做了一个oversize 加大的一个 呃,这个什么 中导台 然后其实吃饭 直接可以在中导台这边解决了 这里可以差不多容纳 呃,七到八个人左右吧 七到八个人左右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户型是非常的明亮的 它是两面有窗 因为这个是,呃 and unit嘛,对吧 边角的这一户 所以说,而且这个窗也做得非常的有有心意啊 磨砂玻璃 又能透光又能保证一定的私密性 这个楼层呢 这个楼层呢,是九尺高的 非常的不错 然后这个倒台啊 用料也是非常不错的一种 呃,台面啊 我们看一下厨房吧 很摩登现代的 这样一个 做到顶的一个柜子 左手里面呢 就是一个加深的一个食物储藏间 非常的大 这样子 很大的一个食物储藏间 然后继续看厨房 厨房颜色很好看 黑的台面 灰色的柜子 然后backsplash也都做好了 也是一个同一个色调了 所以非常协调 然后这里呢是通用品牌的烤箱 呃,五个孔的 哦,四个孔 四个孔,说错了 四个孔 诶,看一下,好像是 嗯,应该算五个吧 当中是个BBQ 五个孔的灶台 然后上面是微波炉 是这样一字形的一个厨房 然后这里还有一块 这里呢,墙上装了很多的插电 其实这一块可以做一个 放一些家庭小家电的使用 呃,可以放一些面包机啊 咖啡机,电饭堡 然后是榨汁机 这些东西全部放在下这里 这就是一个通用的一个冰箱 很大气 我们再往这边看一下 这里 这里就是,这上面就去车库了 然后这里车库进来呢 做了一些挂衣服的钩子 以及下面放包啊,放鞋的地方 看一下这车库吧 车库呢就是标准尺寸,挺好的 呃,这里呢也没有台阶 就很方便 就很方便 因为这地下室呢 呃,这个 因为这个房子是没有地下室的 所以说它就是很方便 跨进跨出 然后这里就是一楼 半个卫生间的位置 在这里很温馨 然后这个户型呢 他们这开发商是没有地下室的 在我们犹他州呢比较少见 像我们犹他州呢 差不多90%的房子都是会有地下室 但是这个没有我觉得也挺好的 挺低的 挺接地气的 然后我们去二楼看一下 楼梯呢也很宽 这个房子呢是称为豪华联牌 为什么叫豪华的原因 就是它二楼有个loft 一般的联牌是没有loft 一上来呢 这边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loft 我们看这loft的size也非常大 家庭厅很实用啊 很实用 采光特别好 然后呢这里有两个房间 我们先看这里第一个房间 房间也是特别大的 我觉得它这个房间客房算比较大的 第一间 然后旁边呢是第二个客房 做得非常不错 然后房间出来呢 这里左手边呢 这里就是一个工晓的卫生间 在这里 这样子的 马桶 浴缸淋浴 然后我们楼梯上来往右手边呢 这里是一个 先看这里 这里是洗衣房的空间啊 放在过道了 让我们现在看一下 这里是主卧 主卧也是够大 天呐 主卧做得很豪华呀 king size bed 特别大 这主卧空间太大了 然后先看右手边呢 有一个衣帽间 也是非常大 有窗的采光特别好 这衣帽间感觉挺大的 挺宽的 它是一个 然后我们再往左手边 往里走 左手呢就是淋浴房了 卫生间 左边这边就是马桶 然后呢 这里就是双台盆 这样子 右手呢就是一个淋浴房的空间 那这边就没有做浴缸了 空间有限 所以做了个淋浴房 那到时候如果盖新房的话 可以要求做浴缸 然后这里呢就是 这里呢就是一些放东西架子 其实到时候可以跟他要求说 一边做淋浴房一边做浴缸也是可以的 这个都是可以 作为稍微的改动的 而且也不是特别麻烦的一种 改动 只要地下水管能够接好就可以 就可以满足 呃 有些客户的需求 又需要浴缸 又需要淋浴房 都是可以的 所以我觉得这套户型是相当赞的 它其实是根据独立屋的这样子 一个室内的设计的 只不过呢 你是跟邻居共享一堵墙 我觉得这样房子呢 进来感觉特别温馨明亮 而且呢又有家的舒适感 格局又非常好 空间又足够的大 呃 又明亮又不会觉得好像 怎么说有的房子感觉 格局啊比较暗啊 或怎么样完全没有 或者像迷宫 这个很很宽宽畅的 底下就是很大的一个正常方形 楼上就这样很非常不错的一个空间 而这套房子是我们今天要看的第二套房子 那它的户型呢是叫Charleston 室内面积差不多是 一千八百二十八尺三房三位 两个车库 那现在挂牌价是五十四万五千 它已经降了五万了 这套房子的亮点呢 是它有个非常大的yard 以及非常大的studyyard 非常的夸张 有的single family院子都有大 而且它这个价格呢是包含land escaping 都给你绿地草坪全部铺好的 前院也全包括 啊是所以说性价比呢是特别高 那么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这边啊 是就是邻居跟邻居呢 share一堵墙 两个车库这样子 其实呢它就可以理解成一个独立屋 那我们首先呢先去看一下 侧院吧先去看侧院有多大 这个侧院是不得了的 不得了 给大家看一下啊 你看这个而且非常有四面型跟邻居离得特别宽 而且它这个房子离后面那一庄也离得特别远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里啊是这样子的 那这这套房子呢连排跟这套房子当中一人一半 也就是你这个侧院也是相当的夸张的 我们再继续往先看后院 啊 啊这套房子呢它这个小区呢也就两套了 只剩两套了 一套是今年年底完工 还有一套是一月明年一月完工 如果大家喜欢这样floor plan呢 这个地段非常好 5分钟那请尽快与我取得联系 嗯 然后呢这个开发商也是我们犹他中目前唯一的 这个小区的开发商 在开发以后呢就是在往南了 Sonic County是没有的 目前是在Yuta County 我们可以看到到时候围围那个院子 就是这边围一直围 围到哪里啊 围到这个pink这边 然后这个pink呢 这根柱子啊 柱子再往那边围 你们可以看这院子有多大 这个院子真的是无敌了 然后一直围围到哪里啊 围到这里 围到这根柱子 夸张吗 夸不夸张是这样子 看背面也挺好看的 挺大气的 这样子 塑料纸包的是一户人家 那这一套的是今年12月底 今年年底完工 那我们现在呢可以从这门进去看一下 然后这边房子都很漂亮 一桩桩现代 所有的房子都没有地下室的 很像加州那边 没有地下室 但它室内面积呢也是够大 这套房子室内面积 将近170多个平方米 我们可以看到它院子炒地炒 就这样子非常漂亮 就会有感觉了 现在因为还在施工嘛 所以说还草地没有铺好的话呢 就是还看不出什么东西 就没有什么感觉 没有什么印象 但弄好以后就可以看到这院子 是很大的一个院子 那我们现在进去看一下 从这边走 还在这边搭脚架 外面还在施工 没有弄好 就往这边走 这里呢是一个小小泡区 然后进去了 这里是我们犹太州啊 犹太康典唯一的内部 而且楼坑就非常好 所以说这样它这边房子都很现代 进门以后呢 右手边是一个半个卫生间 这里呢就是转角楼梯去二楼 然后这里 这个门就是楼梯下面转角了一个 室屋储藏的一个空间 这里就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挑高 客厅挑高两边有窗 采光特别的好 然后这个厅也是非常OK size非常OK 嗨 然后这当中呢就是可以作为餐厅的区域 放桌子 然后吃饭的一个地方 那么我们可以看这里 这里呢就是车库的位置 在这里 两个车的车库是这样子 可以看这扇门 这里是机房 是在这里 车库里面机房 所以说 房间里面也不会炒到房间里 这里呢到时候它会有 进来一个像悬光嘛 就是挂衣服的一个地方 我们看一下这里 餐厅的位置够大 客厅也非常温馨的 然后这里 这是一个厨房 L型厨房 L型厨房 先看一下 食物厨房间 这样子的 然后这是个冰箱的位置 它用的都是白的台面 白的柜子 然后米色的台面很好看 电器还没进来 但是柜子都全部装好了 这就是以后的灶台 上面就是微波炉的空间 烤箱灶在这里 那这里有个大的窗 下面就是洗 双台盆 洗的这个 洗杯子的一个区域 这下面就是洗碗机 然后呢这里窗呢 宜拉的窗就是通往 我们刚刚看的院子 很大的一个院子 它全部给你围好 然后我们呢现在去二楼 二楼到时候这个扶手啊 全部给你升级成那种黑色的 很漂亮的 黑色的 不是那种 那种怎么说 墙啊 不是白白白的那个10吨吨的 是黑色的 然后这个小区的物业费每个月125 所以性价比特别高 它有游泳池 房屋保险都包含了 然后出血服 这呢一上来 左手是一个主卧的空间 主卧也挺大的 里面这个卫生间 右手呢 它这边是做了另一方 马头是这个位置 马头还没安装好 两个台盆 左手呢有窗的 带窗的一个衣帽间 衣帽间的size呢 是比较一般性的 不是特别大 然后我们出来 这里 这是些柜子 往这边 它房间之间都非常紧凑 右手边呢 这里是两个房间 两个小客房 插光很好 这一面呢 都是两个客房朝东的 旁边还有一个 两个都一样大 而且跟邻居房子离得很远 这个房子两个小客房 可以看到一点点的山景 这一间山景房 它是一个 是这样子 两个房间出来以后呢 这里 右手 这个房间右手是个洗衣房 在这个位置 然后这里里面有人 我就给大家带一下 这就是一个客卧的卫生间 是这样子 那这套房子呢 其实跟我昨天拍的第一套 独立屋很像 是个高挑的 一个客厅 然后昨天那一个呢 它是三个房间 有一个loft 那这个呢 就没loft 因为昨天那个面积要大一点 所以 这套房子还是不错的 12月底完工 喜欢的话赶紧与我取得联系吧 然后我现在给大家看小区的环境 我看见他们已经造好的 这些房子的外观是什么样子的 所以 大家可以有一个概念 往这边走 你们可以看到 在马路对面呢 都是已经造好的 一栋栋 都是很漂亮的 他们这开发商的房子呢 我也特别喜欢 虽然说没有地下室 但是它的外观还是非常的现代 价位呢也是非常适中的 非常的不错 可以看到对面这样一排排都是造好的 都是鞋顶的 鞋顶 颜色也是灰的 橙色的 很可爱 然后那边有一个Rambler 也是特别可爱的一个 Rambler的房子 很可爱 然后这边呢在造 这个开发商呢在这边 尤塔州啊在 就我们尤塔康里目前这个小区在造 哈里里海十分钟的一个 位置 location非常好 周边大公司啊大厂啊 以及 奥特莱斯啊 周边的学校也有很多学校的选择啊 小学中学高中私立公立全部都有 沃尔玛Costco十分钟非常不错 那如果大家喜欢他们这样一个房子的设计 这个价位 连排呢四十多万 啊 双厅呢五十二万五 独栋呢六十万出头 那喜欢这样一个小区的位置 喜欢这样一个房子的 外观里面的户型 那与我取得联系吧 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见 拜拜